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依照预约人数采买食材 但他不是名厨 更不是名店 开店前三年都在赔钱苦撑 直到他的火锅获奖了 终于打开知名度 其实他的专程是研究环境生物和渔业科学 厨师是半路出家 他的烹调很简单 不过度调味 吃全食物 每样食材都能够讲上一段故事 希望借由餐桌引导更多人认识吃下肚的食物 进而友善地对待台湾这片土地 一切喜心动念来自一场敬滩活动 得知海龟鼻孔插住吸管之后 当下决心投入绿色餐饮 今天就是吃土拖 土拖也很好吃 像这种大型鱼类 你看看这个色泽真的很漂亮 好吃的鱼就是没有腥味的鱼 我知道说你一切下去的那个感觉 如果是昨天的鱼 或是它不是钓上来的鱼 那个肉会糊糊 它会散散的 它的切面不会那么漂亮 你看我在切就会很顺的就把它切下来 一刀刀俐落地切着鱼片 分辨鱼获新鲜的技巧 都是戴秀珍从市场历练而来的经验 早安 哈喽 早安 哈喽 早安要来买鱼了 今天有两个 一个是要吃减餐 然后一个是吃火锅 火锅要吃红干好不好 今天只有红干肉鱼 肉鱼 好 肉鱼 然后下来也可以对不对 谨慎挑选鱼种就是要当令 食材新鲜度更是关键 从眼睛到身体都要仔细注意 如果踏下去就不掉 那如果是碰碰呢 我有时候会碰它碰碰 胖虫因为它是 在水里跟它水一样的关系 拉起来的时候 拉起来太快的话 它眼睛就会倒掉 肚子不能碰 这个是掉的 这个是掉的 所以它肚子不会很炸 打破大鱼迷思 鱼种不同 挑选方式也大不相同 它叫细爬 地龙人都要选比较小枝的 他们都喜欢拿来用炸的 我通常都会选鱼 都想要选大枝的 然后有那个客人 其他的阿姨就笑我说 你那个大枝不吃 要这样小吃得好吃 然后它比较嫩 好 不然等一下帮我放我的袋子 好 嗨 你等我 我天地 好啊 它满满的 好 穿梭市场热情与谈犯寒暄 从海鲜到蔬菜精心挑选 带着丰富食材满载而归 你要用套鱼 我们今天买到新鲜的套鱼 然后你看哦 你从菜市场买回来 很正常 一定会这样咻咻的 不要一直把它洗掉 其实这个墨汁都是最天然的味精 宿求天然 称出原本鲜味 食材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带手针抓紧时间 一分钟都不浪费 海鲜先洗就会没有那个鲜味了嘛 最后再洗再去洗滴它 再把它弄得好像比较干净 省水是一个原因啊 另外原因是因为要保鲜 很好很好 小黄瓜 这个不用这个拿去冰尺 等一下凉拌 今天就是要吃这个 不知海鲜 为求健康与美味 挑选的蔬菜也亦当即为主 像现在是瓜类的季节 所以你等一下会看到我今天有很多瓜 像现在没有白萝卜 那我们就要做什么 就不要一直强求白萝卜 我们可以用冬瓜啊 冬瓜这么好 你看这是第二种瓜了 那冬瓜 它就是很退火很退火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皮也可以熬汤吗 全无利用 那它们没有不好 丝瓜的尾巴 只要它是友善种植的 我觉得连皮都可以 头跟尾巴它们是生长点 这是最有营养的地方哦 不浪费任何食材 让边角料变主角 熬出营养美味的高汤 所以现在要来熬它 有丝瓜的头 然后你看南瓜 我跟你讲南瓜最棒的 南瓜整个都可以吃 它的那个中间的心很甜 你看这个是茄子的头 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宝贝啦 其实就熬到它滚 熬到它里面的食材 就是软掉了 然后要它有一点点起泡泡的哩 这是刚刚阿姨的丝瓜 除了汤头 坚持品尝食材原味 吃出土地的味道 原味为主 那我的调味就是葱或是姜 或是蒜 不会很快就下调味料 好我们就再让它焖一下 好你看哦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鲜甜的 这样就很好吃了 开火 等锅 不用加油 不用加油 当然我会永远为你加油 放着 好了 等它 不要一直拿夹子 在那边好了没 好了没 绝对没有那么快 可是它也不会很慢 当季食书配上鲜甜的小卷 海鲜剪餐看起来很简单 却也有功夫在里头 但它不私藏 大方分享 这是这边八斗子妈妈教我的方法 你不用退冰 你也不用热锅 一定要盖子蒸透 蒸熟 拌蒸熟 会Q弹 然后那个鲜味会保留在里面 先让大家吃到土地的味道 招牌火锅采用当季海鲜与食书 搭配清爽甘甜的汤头 然而为了完整演绎这份甘甜 并保有食材原味 带袖蒸在小细节上反复试验 会纳出一套特别吃法 但每一个食材 其实熟成温度不一样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滚 你就是还没滚 你就一直想放东西 你放东西 那个海鲜其实如果你这样吃 就会不好吃 那我都跟客人说 很多人餐厅不像我这么啰嗦啦 是真的很啰嗦 因为我要还要限制你们 你要先吃完这个 我才上海鲜哦 你不能先吃哦 鱼 今天鱼还跟你们吃不一样的 好 好那我这个放这里 好 好来这辈子吃饭都会听老板娘啰嗦啊 我不是故意的齁 是你们就当作听广播 那也不用特别看守我没关系 然后今天吃到的鱼有两种 对不对 一个是恰章 然后一个是你今天吃到的细托 细托 鱼的鱼都统称足夹鱼 哦 简餐以全鱼上桌 餐前的食鱼教育 拉近与客人的距离 先从了解海洋开始 再到环境保护 恰彰是不是有颜色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鱼 你只要看到有颜色 或是扁平状的 它就表示它是比较在底漆 不太游泳 不太会高速游 那你不太游泳 不太运动 肉就会跟我们身上的肉很像 就细细的嫩嫩的 海大毕业的戴秀珍 念的是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系 对鸡龙有深厚的情感 没有料理背景 凭借一股热忱 因缘忌讳接下这间餐厅 藉由食欲教育 推广友善土地的理念 更因为一场淨摊活动的启发 身体力行 推动环保 我们来草镜 草镜真的很漂亮 你看前面还有人在潜水 然后你看垃圾也很多 我都觉得有人的地方 垃圾就是会很多 看到这些垃圾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没有感觉 我们当然捡不完啦 你看塑胶皮是占最大量的 我们刚刚一袋全部都塑胶皮 也不是刻意去捡 对啊这是最大 最大产生的东西 对啊你看远方 还是有蛮多垃圾的 对啊我们当然可以花很多时间 我们来敬坛 那个都是一个做法 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时候 你就从减少开始做起 有很多方式 可以减少这些东西的产生 嗯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环保容器不离手 他笑称自己是环保魔人 却也存在维护环境与欲望中纠结 吃个早餐 哦太好了 嗨 早安 我来看一下啊 我今天吃锅铁 这个给你 如果我今天在外面我忘了带容器 我宁愿是渴死饿死的状态 那我曾经有一次去 我真的很嘴馋 我就去买了一包饼干 然后我打开饼干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想说我为什么要哭 可是那个是一个纠结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浪费 吃这个东西因为有垃圾 严格执行减速生活 也延伸到餐厅经营 坚持用餐采预约制 尽管会措施不少客人 收入也不稳定 但他不改旗帜 看似许多规矩的背后 是他对临圣食的实践 不要食物浪费 我觉得生产者都非常辛苦 那应该要用很珍惜 很尊重 然后去看待这个餐 看待他们的这些食物 预约制已经很难经营了 没想到还遇上世纪疫情 预约的人更少 甚至完全没有客人 他依旧坚定走自己的路 即使被认为太过固执 也不妥协 因为我就很坚持 我不做有包装的东西 那很多朋友都说 你就是不改变 所以你就是准备关啊 因为你没有收入 那我会觉得 可是我不想违背我的初衷 我今天为了赚钱 我大可以做很多便当啊 然后料理包 但我觉得那个我会不开心 不制造垃圾是他唯一准则 为了守住这道防线 想方设法寻找替代品 肺部也可以编织哦 原来肺纸也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 然后我就觉得从这里出去的客人 他可能可以受我的影响 我觉得要做一个榜样 我才能影响别人啦 坚定的心朝着信念前进 面对困难绝不亲眼放弃 不要怕 你去做就对了 你不要怕人家讲话 你不要怕 可是你的内心要很坚定 我就是要走这条路 不怕辛劳 化疲惫为动力 得到肯定 再辛苦都值得 我每一步走来都是会开心 像如果客人跟我说 好好吃哦 那我会跟他说 请你谢谢农友 因为农友种的好吃啊 不是我 环境是大家的 我相信你也有做到 所以我也谢谢你 谢谢你听我啰嗦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成就感都是来自你自己 我很坚持做到 然后 我谢谢我自己 从珍惜食物到关注永续 善进友善环境的责任 走过六个年头 戴秀珍依然在这条路上 默默耕耘 透过料理 把对土地与海洋的热爱 传递出去 信念坚定 吃多少苦都甘之如鱼 也真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再来看这位餐厅老板 也不是厨师出身 原本是君子 退伍后回老家照顾年曼双清 想起自己还有梦想没有实现 租了间铁皮屋 卖起爸妈最爱的臭豆腐和牛肉面 其实厨艺也是来自爸妈 妇科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 博也很有研究精神 各项料理都有独门的重要秘方 太太也放弃公司升迁机会 回乡一起打听 好不容易退伍了 第一个是照顾年曼的父母亲 然后再来就是想实现我 对这个美食方面的梦想 所以后来因缘巧合 就是租了这间店 从陆军师官长退伍的陈昌家 在老家旁山坡路上的这间小小铁皮屋 成为他与太太梦想起飞的原地 其实我们在开这家店的时候 起心动念都很简单 就是想做一个他可以的 他一个人可以的一个小店 一边照顾双清 一边卖起小吃 年轻时就对烹饪产生兴趣 而最爱烹调的 则是妈妈最拿手的牛肉面 有一年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那个牛肉面很好吃 可不可以教我 我妈说当然可以 我就把他学起来 当然学起来之后有改进 成商家开店后 从料理的烹调上就费尽心思 一道再平凡不过的家常牛肉面 在牛肉的挑选上就得相当讲究 我需要的是放牧的方式 吃天然的草 而且偶尔不要吃那种人工饲料 对那种的牛肉会口感会比较好 然后不会有三气味 不会有那个牛味 牛肉的味道 不只牛肉精心挑选 在汤头上更花足功夫 整整熬上一天的高汤 试试放入一些中药材 让汤头更显特色 牛肉面就是 感觉就是 牛的味道 跟酱油味 再不然就是豆瓣酱的味道 那很少像我这种 还有中药味 中药提味的话也是觉得让你 就是不会觉得一个东西太单调 承载着陈昌家美好回忆的牛肉面 随着悟患心仪也得与时俱进 考量必须符合健康需求 去除了咸重与油腻感 留下的则是当归豆蔻等香料的清甜 他们那一代的人 生活得很苦 然后需要做那种粗重的工作 所以吃得很咸 很油 而且很难得吃到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吃的比较重 口味比较重 那我后来改良就是比较清淡 当然颜色也是要好看 那比较清淡 一口汤一口面 甘醇汤头搭配厚实肉块 承昌家用心烹调的私房料理 不计时间成本 一份一份的单独进行 也让料理出的牛肉面 具备独特的香气与美味 就是面要一碗一碗煮 他说就这样煮出来才会好吃 所以他的不管你人再多 他就是一碗一碗的煮 家传秘方的另一道料理排骨面 同样利用八角草果等香料提味 榨起后酥脆多汁 没有包裹厚重面皮 陈昌家依循老妈脚步 努力克服儿时美味 排骨面这个部分 也是我们妈教我的 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在眷村吃的味道 因为在眷村以前很苦 我们小孩子又多 然后想要买什么东西 其实几乎就没有钱去买 所以我们偶尔才会吃到排骨 吃到牛肉面 古早风味的排骨面 许多人喜欢分开品尝 然而陈昌家却反其道而行 让两者融合制造香橙效果 放大家常菜的特色 这个排骨的话 你要单吃的话可惜了 所以我们就会 就是我妈妈那一辈的人 就会把它摆在汤头里面 第一个汤头变得比较好喝 第二个你吃完面 还有汤可以喝 有正餐你也不用另外煮汤 店里的大小事物 陈昌家都不假手他人 拿出从事职业军人的严谨态度 就连负责外厂的太太 也被这样的精神所折服 我觉得他真的很龟毛 因为我觉得室官长他做的事情 就是要一板一眼 像我们东西要放在哪里 都是他规定的 如果有稍微不对 我们就会被骂 因为他就是职业军人当习惯了 他就是希望他做出来的一碗面 要很好吃 把做菜当兴趣 保持高度热忱 多年来琢磨出好厨艺 做事也不喜欢墨守成规 在这到童年时 全家都爱的臭豆腐上 发挥得淋漓尽致 建村的时候 那时候外省贝贝 他们从可能大陆学的手艺 然后到台湾来 然后那个 他们做的臭豆腐 其实是真的很臭 我还记得那小时候的味道 真的是 这个人家讲过目不忘 我是讲过闻不忘 闻过之后就是感觉到就是这个味道 后来我自己就是在研究这方面的话 我也是对这个发酵的问题 有去做研究 对于料理都愿意去钻研琢磨 其实当年市官长从摆臭豆腐的摊车起家 没有固定摊位 想吃全凭运气 因此被客人称为是神出鬼没的臭豆腐 他一直到长大后 这个其实吃不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对所以后来我就自己也在研究 包括泡菜啊 包括酱汁啊 就尽量能找回小时候的味道 有研发精神的陈昌家 做料理很有自己一套 尽管只是臭豆腐的泡菜 也要做出童中求意 吸引顾客上门 从我开始要做到我做完大概要至少四个小时 那做完之后你还要腌制 腌制大概最起码要一天到两天 我就是觉得既然台式泡菜 外面很多地方吃得到 我就不想跟人家做一样 我要吃人家在外面吃不到的味道 炸臭豆腐是小时候的最爱 同样也是思念父亲的味道 以前在眷村 那我们外面都会进来怎么卖豆花的啦 卖臭豆腐的啦 主要是这两样 然后我爸爸就会偶尔带我去吃 那吃到了之后我就觉得 哇这种东西怎么会这么臭这么难吃啊 结果后来就喜欢了 尽管父亲已离开人世 仍把他最爱的美食 努力克服出儿时的美味 分享给更多人 当初把爸爸视为英雄的陈昌家 投身职业军人行列 学的是机械修护 需要全台跑透透 也因此获得传说中的士官长美名 把对军人严谨的做事态度 发挥在美道料理中 然而负责外场的妻子 当年其实放弃公司的升迁机会 夫唱夫随 我就说 诶 失职啦 他说我要当店长咧 我说你要当店长 可以啊 我明天让你当店长 我就把他拉回来 就是一种兴趣 因为我老婆也是 之前也是在从事这个食品业嘛 然后其实他对吃的也是蛮有兴趣 所以他做他的部分 我做我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健康的取向的话 是真的要做清淡一点 所以我就跟士官长刚好有这个共事 然后我们就是做比较健康的餐 不管是蒸煮炒炸还是现点现做 希望把最好的味道留给客人 就连香草茶饮也是现点现调 令人品尝新鲜的好滋味 因为我们住在那个山里面啊 然后士官长很爱种花花草草 有时候客人临时来啦 然后我们没有饮料啊 那怎么办 我就去拔一些香草 然后就泡出来 悠闲喝着下午茶搭配限定甜点法式松饼 不管搭配的是自制果酱还是枫糖浆 则是儿子研发出的创意 希望能为父母分担解忧 早起是一定不用说的啦 就是备料 然后整洁 这些虽然都是基本的 但是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最困难 来到这里品尝美食 尽管未处偏僻 开放式的阳台瞭望出去 却有着四季变化的美景 令人驻足欣赏 其实我们乌来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景色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 对不对 就是天气好有天气好的景色 下雨天下雨天的景色 下过雨之后 雨过天清之后 又是另外一种景色 尽管是独门料理搭配无敌美景 当初选择在疫情重创的时刻开店 自然无法吸引顾客上门 不过陈昌家与太太并不担忧 夫妻俩交由广阔很快获得青睐 幸运的突破困局 刚开始真的没有人知道 然后有吃过才会知道 然后我们刚开始就很闲啊 就是可以追剧啊 然后我们当然都是朋友 他们会来 就变成朋友的一个聚餐的一个地点 从军人跨足做起餐饮 历经疫情的无常 陈昌家仍靠着坚人的意志力奋斗下去 努力研发出的每一道料理 丰富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家庭幸福是人生最美调味 稍后来看这位厨师 也妇科妈妈的家常菜 平静一种的滋味 我们都是现做 现洗 现炸 现蒸 蒸好了去吹凉 吹凉后用的方式去调 我们纯粹要用自己 老船下来的方法去做 没有时候去通工减料 用到摄素 摄素的话试得很快了 可是那完全没有味道 自己拿着凉线来做 把这东西做好 可以才能给客人吃 不管走到哪 家乡味总是最疗愈 就因为怀念母亲 凭着记忆做出 有妈妈味道的烧鸡 口味独特走平下路线 很快打出口碑 其实老板厨艺经验丰富 从小父母在韩国开餐厅 耳濡目染 19岁又到日本磨练厨艺 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 无奈仍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原本打算退休 在妻儿鼓励下继续传承 不论是大口品尝还是细嚼慢咽 手中筷子就是没放下来过 临近那棵的山东小馆 中午用餐时间总是作物虚席 而且餐桌上少不了这一盘 没有放醋的 它比较开胃 所以夏天吃得很凉爽清爽 陈袭山东祖传口味而来的烧鸡 实际上是一道开胃凉菜 手撕鸡肉上头铺满香菜 再淋上独门研发的汤汁 稀嫩肉质搭配酸香滋味 令不少老饕仪式成熟故 我们都是现做 现洗 现炸 现蒸 蒸好的去吹凉 吹凉后用的汤汁去调 烧鸡制作步骤繁琐 传统做法甚至得腌上一天一夜 忘记用加以改良 增加汤汁比例 提升口感 当时我们家里 从小家里吃的时候 是没有那个汤汁 就是用大蒜 酱油 醋 香油 我去淋上去拌一拌 后来我是这样吃肉干干的 就开始研究我们自己调 这个汤汁比例调出来的味道 哪一个比较好 传统东北做法虽然入味 但口味较重 口感偏柴 王吉永开店后试了多次 找到让鸡肉能够保持软棉多汁 又不影响味道的关键 就把那个蒸的鸡肉的汤汁留下来 在家人那些做料里面 加多少酱油 加多少醋 加多少香油 加多少蒜 那段时间比较远就长久一点 童年时期跟着父母到韩国发展 一家人开启小餐馆卖东北菜 18岁那年又独自飞往日本 在当地餐厅工作多年 最后来到台湾定居 待过三个国家的厨房 前前后后加起来50年 王吉永对食物密码的掌握 不输功力深厚的大师傅 汤汁要鲜美纯粹 从洗净开始就得下足功夫 一支汁去除多余脂肪后 活水冲洗 里外充分清洁 那个鸡不洗干净的话 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那个汤一定要没有杂味 是调出的味道才会有鸡的香味 除了在味道上琢磨 也在口感上下功夫 挑选当天直送的温体肉鸡 体型与重量还有严格规定 三斤半左右 不会超过四斤 再大的话 它肉是比较老一点 有的时候买很小 正数的话 那个鸡本身会缩嘛 肉很少 就一摆盘那里很难看 这不行 多一分太肥 少一分太瘦 王吉永严谨把关 务求每一只鸡大小一致 外表还要干净利落 不要有那个鱼青 血块那种鸡 他一定要帮我们挑出来 不然我们不会收他那个鸡 王吉永标准高 厂商也愿意配合 毕竟超级大户 生意厂商难能可贵 我们能用的量比较多 每天最少要60一次 假日都100多支 像我们过年的好几千支 他们一天的送我们的这里 两个好几卡车来送 有的时候换食材 或者换东西 就是要跟老板协商很久 讨论很久 他就是会在这个方面 比较执着一点 担心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品质 王吉永步步为营 能自己做的绝不假他人之手 上次用的焦糖抹酱 不焉其烦自行熬煮 外面有的是糖色 有的是酱油 有的是满色素那种 我们纯粹要用自己 老船下来的方法去做 没有时候去抽空减料 用那色素 色素的话 试得很快了 可是那完全没有味道 选用二砂制作焦糖 比白砂糖有更多甘蔗香气 熬煮过程得全程专注 否则容易烧焦 上色机汁下锅油炸后的颜色光泽 总令王吉永充满成就感 萨椒金黄色 真的说的比较好看 我们这个焦糖颜色机比较好看 炸出来很亮亮的 有问我们大概每天萨都知道 或者180以上 萨椒或者皮炸太久 皮都碎掉 做不好的要自己吃掉 不能拿出来 将最完美的呈现给客人 王吉永没有一丝苟且 加上价钱平时 高CP值 即便店面历经多次搬迁 依然有着一票不离不弃的老主部 我们是做了已经三十多年 所以客人都是老顾客 做自己要自己拿着良心来做 把东西做好才能给客人吃 对料理的职能匠心 源于曾经在日本当厨师多年 承受当地文化影响 礼节啊食安啊 这个一定要做好 卫生 厂商叫来不是说随随便便 都是包装得很好很干净 做的东西一定要有板有眼 不能说马马虎虎做出来 在日本受到震撼教育 王基勇奠定处事哲学 做人做事勤恳敬业 他们那边是不是都很敬业 上班不会迟到 然后准时下班都很准时 不会说偷懒干嘛 做事都很认真 我是爱工作的 有工作款 休息反而累 有做事反而比较轻松 父亲过世兄长离家 王基勇为了母亲与妹妹 只剩一人到日本工作 独自撑起家计 想家的时候就在舌尖上找故乡 可是我自己本身没念多少书 做别的也不行 是做这一行业 在韩国我去大商館去学 后来我十八岁到日本去 我在日本待了九年 一个哥哥在日本 也是做大厨的 没有瓜哥这样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就一直在打拼 这样 很能吃苦 他比较安静 比较静 对 他没有脾气的 若说烧鸡是逢年过节 餐桌上才会出现的家乡味 那么抢锅面 就是平日三餐里的家常味 以前它是面汤 把菜类煮好了以后 干好的面放去跟菜一起煮 那个汤比较混混 所以我们是面煮 跟汤分开 面好来把汤放下去 跟你先做的不一样 早期做法煮出来的呛锅面 汤汁容易被面粉混浊 忘记用改良汤面分开的煮法 汤头清澈 比较顺口 来到台湾白手起家 生活也如同料理手法上的变化 渐入佳境 来台湾都会遇到些贵人 每次开店都有好多客人 帮我介绍店面 刚开始 刚刚做的是在永和做了 不到一年多 后来有国防部的柜人介绍 说我们那里有福利社 要不要进来看一下 不要租金 什么水电都不用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在做 小孩都背在身上做生意 不然就放在桌子上喂奶 奶瓶就给他垫着 叫他自己吃 然后拍一拍就赶快 11点了就赶快喂他吃奶 他就在桌子上睡了 等他饿了时候生意也做完了 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方式 然后虽然很辛苦 但是也还蛮稳定的就是养活很多 就是我们儿女还有其他的员工 这样就是一种责任感吧 夫妻俩便手之足 一边带孩子一边打拼 在国防部做了20年团善 后来结束合作 经由客人介绍 到大直北安路的央广地下室 开员工餐厅 因为位置隐秘成了老饕们 口耳相传的隐藏斑美食 然而两年前受到疫情禁止内用规定 一家人又面临破钱命运 所以我就说让我们就不要坐 在外面自己找店面自己出去坐 后来我儿子就找到这一间 搬到新店面两年 老客人依然不离不弃 甚至地点更为方便 生意不减反增 要等中午在外面等配位置 有算就好不要和小难都算那么多 生活过出去就可以了 不求大富大贵 只愿岁月静好 朴实坚毅就是最大的资产 王吉永一家人守着小店 为分治他来的旧与新知 继续端上家常滋味 坚毅让朴实变得不凡 而看似平凡 因为浓厚情感 人生也变得不凡 夏天是怕它融化太快 冬天是太硬 比较硬的话 就变成我们在操作上面 就会更吃力的 感的时候 不能那个力量不能过大 因为过大的话 它那个层次可能就会被压扁 那也不能太轻 这间店其实有很多的老客人 所以一定会跟之前我师傅师傅 他们去做比较 我也会去做一些修着 客人们也比较可以说接收 缘分这种事很奇妙 这位年轻人心心念念 小时候阿嬷经常带他买的小酥饼 冥冥之中老天随乎自有安排 搬走销售的老店又搬回社区 但却无人传承面临歇业 他辞掉原本工作 不过跟着师傅学做酥饼 自然是小小一块饼 制作相当好工繁琐 吃了很多苦头 但不舍古早未失传 最后鼓起勇气接棒老店 刚出炉的小酥饼 搭配甜咸接仪的内馅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我们小孩子就是陪着拿来去逛 然后拿来就会买这个小酥饼给我吃 外皮撒上芝麻粒 内馅包裹着砂糖与芝麻 层层饼皮勾人食欲 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芝麻糖 口感吃起来就是酥酥的 然后像糖的话 我们就是有那个芝麻的那个香气 然后跟那个二砂糖的一点甜味 在陈志宏心中咬下酥饼的那一剎那 有着童年满满的美好回忆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应该怎么说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当然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奶奶的一个 回忆的一个连结 从小吃到大的小圆酥饼 陈志宏秉持全程手工制作 为即将失传的古早滋味 继续在社区飘香 将粉心面粉倒入机器中搅拌 成为面团后需要的发酵时间 全程仰赖经验与手工 考验的则是耐心与毅力 我们都是要有等待它所谓洗面的时间 因为你面没有洗 你硬去拉它去扯它 它其实是会缩起来 你一定就是要让它那个时间到了 它面都洗 那个松弛我们才有办法做 趁着空档 陈志宏得同步进行油酥的制作 要做出层层堆叠且薄细的饼皮 混入面粉里使用的猪油 就得相当讲究 夏天比较热 那我就必须要放到冰箱去 冰让它凝固一点 那这个我就要随那个气温 去调整那个油的软硬度 这样才会比较好操作 随着温度变化制作的油酥 无法用机器代劳 得全靠双手制作完成 因为机器毕竟是死的嘛 它脚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那一直脚发热的话 它这个油 猪油就会发起来 所以我还是就用手扮的样子 油酥越拌越粘稠冬天油变硬 拌起来则更加费力 其实夏天是怕它融化太快 那冬天是太硬 比较硬的话就变成 我们在操作上面就会更吃力了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更多的力气去拌匀它 把油酥铺在搅拌好的面团上 慢慢依序卷起 利用擀面棍进行揉搓 力气的过于不及 都会影响到饼皮的千层效果 我擀的时候不能 那个力量不能过大 因为过大的话 它那个层次可能就会被压扁 那也不能太轻 所以就是主要 比较难的地方 是在于它那个力道的难 把吃苦当吃补 陈志宏认为 这是制作手工制饼的必经之路 尽管再苦再累 依旧十多年来如一日 想要做出酥到掉渣的饼皮 就得先学会掌握温度的控制 冬天的话因为冷 面不容易洗 所以不管说我们是在揉面 或者是在拌油酥上面 其实就是要更加的实力 这是没有办法 对就是要依当天的实际状况 去做调整 如此花费心思制作的酥饼 是陈志宏从小吃到大的最爱 回想当时 酥饼老店随着市场改建 美好滋味不见踪迹 施工 师母他们最早就是在 在菜市场里面卖小酥饼 原本在这个菜市场 那后来菜市场 它这边盖房子 就是整个市场就变得很小 那我施工它也就搬走 我也不知道说它搬到哪里去 多年后 从消失又出现在社区的一角时 让陈志宏喜出望外 很想吃这个饼 然后刚开始 已经不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 也不晓得 就是通过朋友讲了 我才知道原来 就是搬到这边来 再度品尝到酥饼的美妙滋味 有着失而复得的喜悦感 然而却又意外得知 老店即将歇业 让当时还在从事业务工作的 陈志宏 义无反顾决定 把这项手艺学起来 吃的东西我完全是陌生的 因为我都是利用控假日 那所以做起来 因为那个熟悉度就不是那么好 尽管连最基本的厨艺都不会 陈志宏靠着热忱与兴趣 主动向老板争取学习机会 其实刚开始做真的是超挫折 因为一方面我本身没有 我连尖科蛋都不会 顶多就是煮泡面打个蛋会而已 就是上班也有点倦怠的 那想说就是 是不是做个小吃还是什么 就是找个事情来做 那我就想说 诶那问问看我师父 他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教我这样子 反正我就想说就试试看 包覆猪夹肉与青葱的咸酥饼 必须先把葱段沥干后再进行切枕 否则多余的水分影响饼皮口感 每个工法步骤都不能省略 靠着多年制作累积经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困难在这边 因为它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去套 那真的就是慢慢做慢慢摸索 累积经验出来才有办法 夏族工夫努力克服记忆中味道 还加了创意巧思 包裹着芝麻与糖粉的内馅 吃得到满满的香甜细细 同样考验着陈志宏的手艺 因为糖它就是粉状的 所以那个技巧比较难拿捏 底在收口的时候 尽量就是把那个收口 底部做得越薄越好 因为如果收口不是收得很 比较薄的话 底部如果太厚的话 那吃起来就口感就会变得很硬 就会比较差一些口感 然而所谓隔行如隔山 学习初期处处碰壁 让陈志宏的守护古早味之路 充满挫折 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 我在做的时候 就是一直抓不到一些 就是技巧 其实会很气馁 一整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怎么今天做 还是跟之前没有什么 太大的变化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就会还蛮挫折的 透过不断的学习与摸索 靠着坚强的意志力 努力突破瓶颈 终于把包袱的技术给学成 有些过程就是一直做不起来 有时候就会很气馁 像包含包 包包 其实就花了很多时间 抓不到那个绝角 因为你可能看师傅包 他的手法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自己实际去包 那个感觉还是要靠自己去抓 去拿捏 可能可以告诉你一个 大概的技巧 但是你用看了跟你用手 去动手做 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当时还是熟课的他 学习了半年时间 终于鼓起勇气承接老店 无奈遭到家人阻止 我妈就说你 你没事跑去做这个干什么 我就学一个技术 学起来要做不做 我觉得倒是其次 只是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可以学 那我就学 学习致丙的关卡困难重重 尽管道路充满艰辛 陈志宏还是咬紧牙关努力撑下去 那个时候就是 就只能忍着 然后又想说 不想要被看笑话 因为就跟家里的人说 我来学了 然后学 好歹也把它学完 对啊 做到一半 到时候变成家里的笑柄 被人家笑了 所以我就想说 还是要忍着 学到功夫也不没守成规 把芝麻酱 或在面皮里的烧饼 夹肉或夹菜是创意发想 也把传统烧饼吃法升级 一开始我压力觉得很大 是在于说 因为我们这间店 其实有很多的老客人 所以一定会跟 之前我师傅师傅他们 去做比较 其实我发现 一些老客人还蛮 蛮愿意给我们一些建议的 那我也会去做一些修正 所以其实就慢慢的 客人们也比较可以接受 从小吃到大的酥饼老店 在陈志宏接手努力下 终于获得认可 让辛苦付出 获得回报 我们这边蛮多老客人 都就是 就会跟我们说 你不错啊 传统的味道 要有人传承啊 就是说你愿意 就是我愿意去接 是很好 因为这个味道 要延续下去 没有 没有人接就没有了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多 都还蛮鼓励的 原本在社区里飘香的小酥饼 这回又再度重现 不仅让左邻右舍感到欣喜 同时也给予意见与鼓励 让陈志宏被感窩心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 做这一行 其实客人的支持啊 或鼓励也是很重要啊 这个这个是真的 也是一个动力啊 有时候客人愿意称赞你 其实你心里也会很开心啊 你做也会比较有动力 陈志宏大胆投入陌生的餐饮领域 凭着坚韧毅力 把儿时记忆中的美味 继续延续下去 让平凡的古早味小元素饼 串起在地情感温暖社区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到伊沃克粉丝专页按赞 稍后回来 有足够信念就能创造奇迹 我是梨花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啦 我们下期再见